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是叫做光炸呢 光炸就是这样子 我们用一个 我们这里有个图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铝片 在上面呢 我们就附着了一层玻璃片 就是铝片 或者是附着在铝片上面 或者附着于玻璃片上的金片 用金子做的片 比如说这个底 是玻璃的 或者是铝做的 这是金子 用金刚石的尖端 刻出许多等宽的嘲缝 比如说片是这个样子的话 长方形的话 你是这样子刻 刻好多好多个嘲缝 这些嘲缝都是平行的 这个装置像这样的一个装置 我们就称它叫做绕色光炸 好 它刻这个光炸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想象 它每一公分宽 能够刻出数千条 每一公分而已 刻出数千条的狭缝 那当然你这个金刚石的尖尖 要很尖很尖 那相邻两个狭缝间的距离 它的数量级要达到 0.002毫米 这是多少 千分之二毫米 毫米把它分成一千分 它占两分差不多这样子 我们将狭缝 现在狭缝 你如果这是用玻璃的话呢 如果这个可以透光的话 透光的话 这平面光过来 这个地方都被挡住了 就从狭缝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很小很小 就好像我们以前那个 双狭缝的一个狭缝 比那个可能还要小 于是它就会产生绕色 对不对 绕色它这个光线 四面八方都有的 那么我们看这一组 这一组平行的光线 用一个透镜聚焦在这个荧幕上面的P点 这个荧幕正好是摆在 这个透镜的胶面上面 于是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它干涉的时候的亮纹 或者是暗纹 好 现在我们说 假如这是其中的两条 相邻的两条 霞缝 它的两个 它的这一组平行线 平行光线 那么在P点的干涉 亮纹 如果这个干涉 是个亮纹的话呢 它的条件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我们双狭缝的这个 亮纹的条件 D 你看这是D Sine C的M M就是DM条 这里可能有好几条亮纹 这是DM条 乘上M Lamna M就是123 好 如果这个光炸的宽度 总宽度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是W 总共有N条嘲讽的话呢 那么 两条紧灵嘲讽之间的距离 D 就等于W 被N来除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个光炸线 它的两条相灵光炸线的距离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D里面去 就得这样的式子 于是呢 Sine C 它M 就是说你这个 到了DM的亮纹 这个距离 DM条亮纹的距离 它是等于N 因为这个N在这里 这个W出过来 NML OVERW 那这个角度就是 你看这个亮纹的角度 这个亮纹距离中心线 就是中间这个亮纹的角度 这个角度呢 根据跟什么有关呢 第一个 跟坡长固定的话呢 那就是跟 第几级的亮纹有关 还有就是跟 主要就是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跟这潮沟数目有关 你潮沟的数目越大 如果W固定了 那N的这个值越大的话呢 那么它产生这个绕色的这个亮纹 这个角度就越大 好 现在我们再看 这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W固定的时候 光炸宽度固定的时候 嘲讽数N越大 DM条亮纹 与中央亮纹的角距离 C带M就越大 以及使用的坡长越大 坡长越大 这个越大 C带M也越大 好 那么 又因为C带M 与坡长有关 有关呢 你看 这个绕色的位置啊 跟坡长有关 那么如果我们用白色的光 照射的话 白色的光里头 含有各种坡长的这个光线 那各种坡长的光线呢 它的亮纹的位置都不一定 都不一样 因此 你在这里 中间可能就是 中间又C的是零了 中间是个白缝 但是到这里以后呢 可能这个缝啊 就有一定的宽度 有一定的宽度 那么不但有宽度 而且它颜色就开始分开了 颜色开始分开了 像这个红色 坡长很长 就远离这个中心线 紫色就靠近中心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量带 色带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中央主极大 中央的量纹 M等于零 这个主极大的旁边都是有极小 对不对 极小 极小就是 它干涉条纹的强度是零 就是暗纹 那么这个极小 也就是看好像这边 那这个角度 中间到这个暗纹这个地方 这个夹角 叫做Delta Theta 0 Delta Theta 0 我们现在只看这一部分 那么 就说你在这里是中央极大 所有的光都聚集在这里 这是一条亮纹 是白色的亮纹 好 这里有一个暗纹 有一个暗纹 这个暗纹呢 那就是其他每一个狭凤 射到这个地方 它的这一组光线 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正好 它的相位差 相位差 就是这个跟它有个小相位差 这个有个小相位差 这个小相位差 全部加起来 一定要是二拍才可以 就算你这个 我们以前双峡峰看过 我们可以看成是好多好多个箭头 一个一个 一个接一个 然后从最前面那个箭尾到后面那个箭头 就是它的 Resultant Intensity 那么如果是零的话呢 那就是你这一组箭头 最后全部加起来是 最后一个箭头就回到提出那个箭尾 所以它的向暗核 全部的一个向暗核 必须是二拍 好 现在我们令 两个峡峰到这个光线 两个峡峰到这个地方的向差 是Delta Phi Delta Phi 相邻两个峡 那么峡峰数是N条 N条 OK 那么 第一条跟第二条差Delta Phi 第二条跟第三条也差Delta Phi 那么整个N条呢 全部 就是最后一条跟最前面一条 它的这个Delta 因为总和是二拍 所以它的Delta Phi呢 就是等于二拍 over N 这是向差 那么相邻两条 相差是这个 那么它的光层差呢 相差跟光层差不是这个值吗 我说这个一定要记住 我们把这个 这个跟这个相等 我们就得到什么 得到Delta R 光层差是Lemina over N 好 你现在要把这个记起来 相差 相邻两个峡峰的相差 是等于这个 这是峡峰 峡峰数 好 那么相邻两条 到祖吉大旁边的这个 极小 它的相差是这个 这是到祖吉大的这个 极小的这个相差 就是像这个 相邻两条 到这个祖吉大的这个 这个地方 好 我们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来 这就是 相邻两条线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Delta R 路径差 路径差呢 因为这个脚只有 什么 Delta C 他0 很小 Delta C 他0 那么这个脚就等于这个脚 因此 Delta R 就等于 D乘上 Side Delta C 他0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来 于是我们就得到 Delta C 他0 要等于 Lamina Over 那Delta C 他0 是什么 就是这个 主极大的 半角宽度 半角宽度 中央量文 极大处 与强度为0处的 角宽度 或成为中央量文之半宽度 总宽度就是两倍了 这里是 Delta C 到这边 还有一个Delta 两个就是主极大 两侧的极小 它的角宽度是 两倍的Delta C 那么我们由这个式子 可以看出什么东西来呢 就是说 当光炸的宽度低 是一定的时候 就是相邻两个 就两条缝的 距离是一定的时候 那么 嘲讽数 N 越多 就你画的这个 比如一公分里头 N越大 那么Delta C 就越小 Delta C 越小就表示 你这条量文 其实我们看不出 这个图形了 这表示这个量文 这很亮很亮 然后旁边就是暗的 如果这个很小 很小的话呢 就表示你这个量文 很细 量文很细 很细的量文 有什么好处呢 就它的位置在哪里啊 我就很容易确定 比如说 你这条线 我们看起来很细 对不对 它这个位置 看起来比较 就比这个模模糊糊的 你说这个位置在哪里啊 它有个模糊带 所以像比较细的 这条线啊 细的线 它位置就很容易确定 所以这个 你 宽度一定的时候 就光炸的宽度一定的时候 你两条嘲讽之间的 我就嘲讽 树木越大的话 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个 绕色图案 越细 越细 OK 好 现在这个中央主题大 刚刚我们谈的都是中央主题大 现在我们看 它往旁边去 暗纹旁边又一条亮纹 亮纹旁边又一条暗纹 然后又一条亮纹 所以这个M呢 就可以分成M等于1 等于2 等于3 等于4 这是M等于0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看 第M级亮纹 比如说这是M级亮纹 当中有很多我们都忽略 M级亮纹 它主级大 这个主级大 与中央 与中心线的夹角 是θm 就是这个 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这个角 叫θm 好 在M级亮纹的 M级亮纹的这个产生的条件 就是 我们这就是亮纹的条件 本来就是亮纹的条件 那么d sin θm呢 就是它的路径差 对不对 路径差 所以到Dm级亮纹 主亮纹 主级大 这 相邻两条 霞凤的 光线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光层差 是等于 M laminar 这个就代表光纱中 相邻两个霞凤 到该主级大处的光层差 那么跟这个主级大 在主级大两旁都有一个极小 又从主级大处 到紧邻的极小处的脚位移 称为delta θm 比如说这是极小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角度 叫脚位移 叫delta θm 我们称它叫delta θm的时候 那么 这个时候光纱 相邻二霞凤 到该处的光层 光层还是这个 第一层上这个 光层 在该处 完全 相消干涉 产生 这个地方 暗闻的话 完全要产生 相消干涉 相消干涉 香消干涉 那么它要满足 这个光层差 是等于 Lamina over N Lamina over N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我们刚刚 一开始有介绍过 好 那么 从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 中央 中央主吉他M级 主吉他量文 角位移 这个是θm 从这里到它的 第一个极小 仅宁的极小 叫Delta Theta M 好 那么 从主吉他 到这个地方的角位移呢 那就是 Theta M 加上Delta Theta M 对不对 故 临近二峡峰 到这个极小处的 总光层差 总光层差 就是 你到这个地方 有个光层差 到这里有个光层差 那就等于 Delta R1 加上Delta R2 好 这个要等于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 一起画的话 画条线的话 就等于D Sine 这个角度 光层差 就是 DSine Theta 这就是Theta 好 这个 这个是什么 量文 从这里到这个量文 它的光层差 这个 是从这里到这个的量文 我们刚刚讲 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我们就有这个式子 这个是直接 从这里过来的 OK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展开 它等于D 这个展开 因为Delta Theta M 很小很小啊 很小很小的话呢 Cosine Delta Theta M 就可以当作是1了 那Sine Delta Theta M呢 它的函数值啊 就等于Delta Theta M 的弧度值 所以这个 这个 D乘上这一下 这个当作1了 就是这个 然后D乘上这个 那就D Cosine Theta M 这个就变成Delta Theta M 好 那么 这个是什么 M Lemna 对不对 这个就是Delta 就是M Lemna 然后加上 这个 我们还是造写 所以我们就有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 你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带到这里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等于M Lemna 加这个 又等于M Lemna 加上Lemna overN 那M Lemna 约掉了 所以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 我们从这里可以算出Delta Theta M Delta Theta M 等于这个 这是什么呢 就是 M级 主级大的 半宽度 从这里 到这里 脚宽度 脚宽度 等于这个 在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立体 一个光炸 宽度呢 是这么多个 Nelometer 就是每两条 狭缝之间的 光炸 共有 不是 不是这个 这个应该 我看看 对 这个是两条 狭缝之间的 宽度 一共有一万条 嘲缝 光源呢 我们用来 入色的光源 是黄色的纳光 五八九个 Nanometer 现在我们要求 所有量纹 阻极大的 脚位于Theta 其最后一个 阻极大的 半宽度 阻极大的 条件 就是量纹的条件 是这个 那这个M等于 一二三四五六 等等 所有的都包括了 好 那SinTheta M Theta 0呢 就等于M Lemna OverD M 就是第几条 现在 不知道 就摆在这里 那这个是 五八九个 Nanometer D的话呢 就是 两条 狭缝之间的 距离 2100一个 Nanometer 这一笔 就等于 0.28M M就是它的 极数 好 M等于 1的话呢 它的 半宽度 是16.3度 M等于 2的话呢 这个2 沉进去 SinTheta 就等于 16.3度 M等于 M等于 3的话呢 是57.14度 M等于 4 这个超过 1了 Theta的正弦 最后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Lamna 589 N 1万条 D 就是这个 CosinTheta 就是 这个 M等于3是这个 最后一个 这个 这个角度 Cosin 这个角度 这少了一个 度 少了一个度 好 这个算出来 是在5.2 乘10的 负5 之方 Radium 差不多 多大呢 0.0030度 这个 很小 好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 上一个题目的 结果 现在我们看这个 从这个结果来看 光炸绕色图案 各阻极大的 角位置 Theta 除了M等于0之外 其他有 正1 正2 正3 另外一边是 负1 负2 负3 那么 Theta呢 你看这个Theta 随着M的值 变大 M1是这么大 M等于2 M2是这么大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个 上面 看看上面那个 M3是这么大 这个打错了 那么我们发现 Theta呢 谁做 极数M 真大 而真大 极数越大 不同波长 阻极大之间的 距离 就越大 就是说你这个 第一极 跟第二极 跟第三极 极数越大的话 那么它红色 跟紫色 就是这个 可见光 两极的这个 颜色 这波长 它就分得比较大 因为它的宽度 比较宽 那就是说 红色跟紫色 就分得更开了 那其他颜色 也分得开了 所以因此呢 我们说光炸呢 是一个很好的 分光器 分光器 像这个 M等于0 在这里 M1 你看 它变宽了 对不对 它主机 变宽了 M2 更宽 M3 更宽 通常是 这个地方是 红色的 这个是 紫色的 红色紫色 红色紫色 是这样的 所以 你把它分开的话 各种颜色 就分得更开了 所以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分光仪 好 现在我们看看 光炸的分光器 光炸的分光器 这个是一个 简单的分光器 一个简单的图 简单的构造图 这是一个光源 一个光源 就是里头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 用各种材料 做成的弧光 弧光很亮 那它这个光 就透过这个L1 L1是一个 透镜 就把它聚焦在 这个狭峰 这里有一道狭峰 在狭峰上面 S1 这个狭峰 就在L2 这个透镜 前方的胶面上 这个地方正好是 这个透镜的胶面 所以说 这个狭峰 就等于好像一个 点光源一样 辐射出来的光线 经过这个透镜 就变成平行光 就是一个平行的光线 那么这个就构成一个什么 就是Columator 准直气 准直气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平行光 就照在这个Grating上面 这就是光炸 我们Grating不是要用这个平行光吗 对不对 平行光都是 这些每一个泼面上面 都是一个新的点光源吗 这个点光源并且都是Colherence 那么 这个 平行光就落在这个光炸上面 透过光炸以后 它就在各种角度 产生 产生这个 散色的条纹 有亮纹 有暗纹 有亮纹 有暗纹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 像这个 就是一个我们观察的 一个观察的一个 我们称它叫望远镜 其实不是很远的 这组平行 这组平行线 设过来平行线 就由这个透镜聚焦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眼睛 那么这个 这个观察的眼睛呢 可以以这个为半径 绕着这个圆形再转 转来转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同角度 它的这个 干涉条纹 这就是光炸 分光器 那这个光炸的分光器 我们是把它的绕色图案 记录于照片底片上 那么我们刚刚那个是用眼睛在看 你也可以用一个弧形的 弧形的这个底片 胶卷 摆在那里 所以它一光出来 它又四面八方都有 所以这弧形的底片上面呢 就会有 这个绕色图案的这个 就是有亮纹暗纹的这个 这个 这暗纹亮纹 就会记录在这个底片上面 好像这个 这是用 这是什么呢 这是拱光 拱的光 这是靠中间 这越来越靠两侧 两侧 所以从这里过去 紫色 红色就是离中心越远 那这个越来越宽 就是说你这个 CM越大的话呢 这个就越宽 这个是纳光 纳的光谱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有一条线状的 线状的是什么呢 像这个 没有线的话 这就是连续光谱 有线的话就是说 当你这个温度 很高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原子 最外层的这个电子 把它打到这个 让它跑到 回到外面去 变成一种 极态 然后这个 当这个电子 跑到这个 极态 然后就回去的时候呢 它能量放出来 那这个 能量是一定的 所以它的这个 波长就是一定 有一定的这个 细纹 上图是M大于一级 连续光谱 波长最短的 紫光 在距离中央 较近 一段 波长最长的 红光 是在距离 比较远的地方 这个 正好跟我们 以前讲的 那个 人静的 风光 正好不一样 人静的风光 是紫光 偏向角比较大 宏光的偏向角 比较小 这个是正好 跟它相反 连续光谱的宽度 就是这个宽度 随着M 是真大而加宽 那这高温的时候 发出一组光波 有特定的波长 强度特别强 底片上呢 就出现这种 细纹状的光谱线 这个是 拱针器 这个是纳针器 的光谱线 这个是太阳光 太阳光 透过这个光炸的时候 我们看 这个是中央亮纹 M等于零 就是一个白的 然后 第二级呢 就比较宽了 颜色就分开了 这个更宽了 这个更宽 这个更宽 OK 好 那么 这里有这个暗文 细文 细文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什么原因呢 罗根 这条细细的文章 太阳大气沉重 太阳的大气沉重 大气沉重 某些元素的原子 在高温的电子 在高温的状态下 最外层的电子 被激发的时候 就是说 它的光线 本来高温 照到地球上来 整个都一片 可是有的 但是有的这个元素 它最外层的电子 在这高温之下 吸收了它的能量 就跑掉了 变成 excited state 因为它吸收了一部分能量 所以 这个能量就 变少了 就是一条暗的文章 OK 现在我们看 一个立体 一块宽 是25个mm 有100宽 W 25个mm 有一万条朝风的光炸 用纳光照射 纳光有两条 极靠近的黄光 光谱线 一个是5890 一个是589.59 现在要问 第一条黄光的光谱线 在第一级光谱中的脚位置是什么 第一级 第一级光谱中 这两个坡长 这两个 这两个坡长光谱线的脚距离 是多大 这是W是这个 N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求D 两条光谱线之间的 相应两条光谱线的距离 是这么大 那么我们用这个 量文的条件 这第一级 这第一级 M就是等于1 M等于1 Zeta1 它就等于Upside 这是1 Lamna589 这是第一条 用这个 用这个算 然后这个Zeta1 就是13.6度 所以这个 第一级的量文出现在 Zeta1 就是出现在 13.6度这个角度 然后要看这个 两条光谱线 之间的 角距离 两条光谱线 第一级光谱线中 这两个颇长光谱线的 角距离 那这两条光谱线 你要能够看得见 我们上一次 有讲过这个 Raleigh's Criteria 所以一条光谱线的 阻级大 要在另外一个 光谱线的 第一个极小的位置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两条光谱线 所分开的这个角度 就是可以用这个 就是等于 这个是这个阻级大 那它呢 阻级大 它的极小 这条阻级大 它是在它的 第一个极小上面 所以这个角宽度 就用这个 就是第M级的这个 极小 M级的 颈铃的极小 的角度 那么 你把这个字带进去 就等于这么大 OK 这就是 两条光谱线 它们之间的 角距离 好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 光炸的射散度 以及 鉴别率 鉴别率又叫做 解向力 或者又叫做 分辨率 光炸的射散度 Dispersion 分辨率 就是鉴别率 我们叫做 Resolving Power 好 我们要从光炸 产生的光谱线中 量出 波长值的 精确度 波长值的 精确度 与光炸本身的两个 特质有关 就是说你 多少 波长在什么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特定的 这个 特性 波 波长 这一个 细纹 一条细纹 它到底在哪里 那你要确定它在什么位置 跟这个光炸本身的两个特质有关 什么特质呢 就是说 一个光炸可以 可以把相差 极小的两个 波长光谱线 分开的角度 Delta Theta 有多大 比如说你有两条线 光谱线 你要分得开的话呢 你要看出它有两条 第一个 它要分开 当中的这个角度越大 越看得见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每一条光谱线 越细越好 对不对 越细的话就是越分得开了 那么将两条光谱线 这是它的这四三度的定义 两条光谱线 每单位波长 单位波长差 分开的角度定义为光炸的四三度 我们看这个式子 就这两条光谱线 它的波长差这么多 结果它的角度可以分开这么大 分开这么大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被这个来比 叫做四三度 你看 如果 你同样这个角度 那你这个两条波长的差 越小的话呢 那就等于 四三度 越好啊 那就 越分得开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叫做四三差 Delta Theta Delta Theta就是 分开的角度 被 被这个光谱线 波长差来处 那这就是每单位的 波长差 所分开的角度 好 由光炸产生量纹的条件 我们将等式两端 这是量纹的条件 微分一下 就这个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D Theta 跟 跟这个 D Lamna 就是D Lamna 这不是这个 这不是狭峰的宽度 微分一下 微分就变成这个东西 这个微分变成这个 这个就变成 把它当做Delta Theta 这个Delta Lamna 这个比较 这个方法比较快了 马上就可以得到 这个式子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你看 Delta Theta over Delta Lamna 不就等于 D Theta D Cosa Theta 分子M吗 对不对 就得到这个 色 散度 色散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色散度的大小 D 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跟 小D 就是两条 光谱线的间隔 如果越小的话 色散 就越大 就越把那个颜色 那个分得开 还有就是 你这个 集数越大 分得越开 第一集 第二集比第一集大 第三集又比第二集大 这个我们刚刚 从那个图上面 已经看出来了 下一集 里面 嗯 这是 互正 由 谢谢观看